还有啥呀 姑娘 这件事之后吧 我就挺生气 挺失望 我觉得要是男朋友有啥用 也不知道帮我解决事情 然后开车之前诅咒我 开车之后又来 出事了吧 我其实真的说实话 心里真挺失望的 我就不想大爱他 然后结果呢 过了两天 他跟我来的去啥呀 我父母来了 想要见你 你说他父母 是主动要求来的呢 还是他给搬过来 当救兵的呢 要哄我呀 但是我不想去呀 那我父母来 不是因为我在乎你吗 你说我一心一意 全都是为了你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总是忽略我的存在 父母来了怎么了 然后就去 非得让我见他父母 但是我觉得 我俩正吵架呢 我俩的事情 不至于上上到父母那儿 就我俩解决呗 而且我俩当时恋爱关系 不至于谈婚论嫁吧 不想见他父母 非得让我去 叫我好几次了 我都没去 然后结果呢 最后一次 他父母要走了 前一天再找我了 说他父母要走了 要见我一面 我不去呀 我跟他解释半天了 他就不听我的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 我就走了 结果他就拽着我 给我撑回来了 就拉着我的衣服 一下我就生气 他从来都没碰过我 谈了爱到现在 我就把他挣脱开了 然后结果他就把我 又扭过来 就给了我一下 我都没想到 我男朋友 是这样的人 顿粗了 每个人都有原则的底线 我这个人的原则底线 就是男人不能打女人 这件事之后 我想跟他分开 然后他提我来 等于今天来之前 是处在一个 要分手的状态 是这意思吧 对 其实就是扒了他一下 他就说我打他了 但是吧 确实是我冲动 我这个不也跟你道过歉了吗 怎么总是 还是纠结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发生有多久了 就前一段时间 后来他还做过什么 努力性的挽回吗 还是什么 就和之前每次吵架一样 说那一套话说 第一次谈恋爱 我没有经验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结果呢 我发现 他原来谈过恋爱 他骗了我 不是 主持人你知道 这完全是个误会 他在我手机里看过 之前跟我那个网友聊天记录 他就认为我跟他处过对象 其实之前那些 都是闹着玩 瞎闹 没有一个认真 其实她是我第一个 就是最认真处的女朋友 瞎闹过几个呀 其实就是在网上瞎聊嘛 其实不算是 校园里还有一个呢 校园里那不算吗 就是红颜知己嘛 那熊你有男闺蜜 不熊我有红颜呢 你看他可能跟那些女的 说的就这些话 所以生活就是这样吧 你有男闺蜜 我就得有红颜知己 对吧 但是他骗了我呀 他说他之前没谈过恋爱 然后每次吵架都以这个计划 刚才说了 他说他之前 没正经谈过恋爱 是吧 对 但是我都查到 确确实实证据的 她的意思就是 只给你正经谈 跟那些人都不正经 是这意思吧 也不是不正经 就那些人根本就 就不算是谈恋爱 就是 我跟朋友吧 听明白 你算是比较好的朋友 女生今天是真想来分手吗 对 但是我看你讲到 这些往事的时候 你都特别的兴奋和开心呀 因为我俩 其实也好长时间 没有怎么在一起联系的 就那些感情 已经慢慢淡忘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你看他 其实也没什么感觉了 反正就是一个曾经的男友 说说就当笑话了 对 而且我觉得 我俩分开这时间 我过得比我俩在一起 开心多了 自有了 你呢 其实吧 我还是挺舍不得他 但是他有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他有点不爱我 你知道吗 但是你又爱她 是这意思吗 我就觉得她是我 第一个就是最认真出的女朋友 你知道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就是我对她 我也不是关怀 可是她总是以为 就我对她的关怀 就变成她一种负类 我搞不懂 她这人是怎么想的 其实老师 你看 她说那些话 好像句句都是在说 她改变我 把这个女朋友 改变成一个 她心目中的女朋友 而不是说慢慢接纳我 是吧 我已经跟不上你们的节奏了 跳得太快了 下面四位老师跟得上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个不是谈恋爱的模式 对了 这个男生 你这个不是谈恋爱的方式和模式 就你们之间的一个 关系的相处模式啊 是妈和女儿的模式 就妈和女儿之间的相处 是这样的 比如说第一个 相爱相杀 就我很爱你 但我老要指责你 第二个 这生活方式的碰撞 我又要照顾你 我又想改变你 这是典型的 妈和女儿的那个模式 因为妈和女儿 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所以生活方式 它一定是不同的 然后呢 我又特别心疼 你想要照顾你 但是因为我跟你方式不同嘛 所以我决定要把你 拉到我的生活模式里面来 我相信你刚才那句话说 这是第一个 正经谈恋爱的 我相信 因为你不会 包括你到他身上 你也不会 你不会做一个男朋友 你也不知道 一段真正的恋爱关系里面 一个男生 一个男朋友 应该怎么样去 对待一个姑娘 就他不是一个 你可以管得住的人 或者说他也不是一个 你应该去管的人 如果你爱他的话 他又不想你管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管他呢 说白了 说白了 说到底 你毕竟不是他妈 所以在我看来 就是你们这段感情 尤其对姑娘来说 你不是在爱一个人 你是在经历一个人 爱一个人和经历一个人是不同的 你们两个人 且把这段感情 当成你们人生里面的一段经历 就从此以后 你可以跟别人说 我曾经很认真的 去对待一个人 有过这样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我希望以后有一天 你会明白 这个人虽然是管你 虽然他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 他是真心真意的爱过你的 这件事情是需要感恩的 因为人的在一生里面 不一定会遇到几个人 会那么真心真意的对自己好 尽心尽力的 想要为你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过去的可以让它过去 但是心里面还是感恩吧 谢谢大家